原标题 是杭州所产的白云茶,千金满顿故竹春,似于月人酱日酌,是湖州产的故竹子笋茶和绍兴产的日酌雪崖,魏板报君清月案,见西新饼结云鱼,这种似云鱼美帝新饼,产自建州,金福建建欧,福石以干霜后水,浇坑前是雨前茶,这湖雨前的浇坑茶,产自月干边的大雨岭下, 还有四川福州金棚水的月兔茶,江西奋宁金修水的双井茶,湖北兴国金阳新的桃花茶等等,苏氏爱茶至深,细作小石均物效,从来嘉明四家人,枝茶的功用何须为第一碗料,且尽如同七瓦茶,茶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,过路讨茶皆可,酒困, 路长岁绿税,日高人可慢思茶,敲门时问解人家,夜晚半时要喝茶,不书边铺咒咸尾,主名烧地已消争,创作诗文要喝茶,好色深欧面,堪称雪渐修,东坡调师傅,今夜睡英九,睡前睡起也要喝茶, 木霸心关快晚凉,睡于史家带茶香,春农睡足五窗明,想见新茶竹坡乳,苏氏自贴苏氏对烹茶十分惊道,认为好茶必须配以好水,增以失所会山泉水,清品厌凡泉,愿子至一湖,展开全文, 活水还需活活烹,自临吊石取身清,烹茶的水是亲自在吊石边从深处积来的,并用火炭火除废的,纵使烹茶辛劳,诗人常常亲自操作,磨成不敢复同伯,自看血汤生尽出,对烹茶煮水时的水温掌握十分讲究, 世约监察说,血眼已过于衍生,嗖嗖欲作松风鸣,猛融出魔戏珠落,血转让欧飞血清, 迎凭血汤夸第二,温食古人煎水溢,君不见,吸食礼生,浩客手自尖,会从活活发心犬, 煮水溢出肺时,泛起如血眼于目状小气泡,发出四松涛之声时为适度,最能发心犬饮茶香,煮沸过度则未老,失去先负, 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,苏氏也有讲着,此天就提及不少茶具, 铜星铁色不以权,定州花瓷酌红玉,用铜器铁壶煮水有腥气色味,喝茶最好用定咬吐好的, 苏氏在移星时,还设计了一种提凉柿子沙壶东坡壶,松风逐炉,提壶香壶, 即是苏氏用此壶烹鸣读饮时的生动写照,苏氏贬折黄州时生活困顿, 搓我无亩缘,桑脉苦猛义,不令寸地闲,更挤茶子义, 自身功耕更知茶浓之苦,对龙凤团茶的繁琐费功颇有卑词, 君不见武仪西边宿地牙,前丁后菜香龙家,争心买宠各出义, 七年豆瓶冲观茶,并直言,我愿天宫连赤子, 莫生犹无为窗位,但同志继常赤毒,可知, 他也挡不住团茶的诱惑。 苏氏水吊戈头,寄用了采茶,制茶,点茶,品茶, 慧声慧色,情绪盎然。 此云,已过几番雨,前夜一声雷, 骑枪征战见兮,春色战仙葵, 采取枝头雀蛇,带露和烟捣碎, 结旧紫云堆。 青洞黄金年,飞起绿尘埃, 老龙团,针凤水,脸将来。 吐好斩礼,煞石滋味舌头鬼。 唤醒青州从事,暂退睡魔百万, 梦不到阳台。 两夜清风起,我遇上蓬来。 杭州得到高僧便才是苏东坡的师友, 废居龙井后,就不再出入。 苏氏到龙井败会变才, 主名论道,千言恨少。 西别时,变才长望情破例送客过西, 事后已是相合, 著名款导论变才, 永济二老游。 苏氏,变才还在老龙井旁建亭纪念, 名为过西亭,也叫二老亭, 诗中自理行间表达了苏东坡对变才矿大高行的无限崇敬之情, 与变才娇貌排陷了他财大难用, 难容的情怀, 寄托了苏东坡对这段感情的追忆和希望, 同时表现出大千世界如在掌握, 人间离愁别苦和足忧的豁达胸怀。 这幅作品若比沉着, 从容, 已没有十年前书写黄周寒时诗帖时的激荡, 墨色浓重却透着轻雅之气, 虽风于浑厚, 却不失秀以致志, 有种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境界。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